你不能给杂菊看 请问杰克的儿子是谁 什么你们连我的儿子是谁都不知道 让我哥哥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 但是你们都知道机械师有儿子 怎么就不知道我也有过呢 机械师的儿子是他的机械傀儡娃娃 他有傀儡娃娃你有吗 曾经有过 在我很小时候 我也有过布娃娃 那死布娃娃就是我的儿子 可是后来美好生活就结束了 大家都知道杰克的小时候有能格分裂症 杰克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好孩子和一个坏孩子 后来坏孩子能格打败了好孩子 所以杰克就变了 他把自己的布娃娃当作是艺术品 把布娃娃开弹破度了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好孩子杰克 只有开弹手杰克了 其实第五人格不残境的地图 疯人院中有迷你杰克布娃娃 但迷你杰克布娃娃的地方 有杰克的爪子影子 这个影子指引着电闸门 容易迷路的玩家找到迷你杰克 就说明要找到逃出去的电闸门了 也许迷你杰克代表的就是杰克好孩子的人格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鬼 可还带着兔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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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